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老师把佛教介绍给我。 他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见张家大师, 我说,佛法里有没有洁净教佛吗?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看了半个钟点, 一句话不说。 半个小时了, 好像入定了, 说一个字, 有。 我底下就说,有没有了, 又不说话了。 大概有十几分钟, 告诉我六个字, 看得不, 放得下。 我离开的时候, 他送我到门口, 今天我教你六个字, 你好好的学做六年。 是, 儒家能够生人, 达到佛的水平。 孔子的境界, 跟释迦摩尼佛的境界, 非常接近。 什么原因? 射家彻底放下了, 孔子也彻底放下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 教我好好去做六年。 老人, 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 看了那么久, 他给我说话。 说什么, 我们心不定, 佛动, 必须到你心, 完全定下来, 静下来, 才跟你说。 说了管用, 否则的不管用, 我跟他三年。 每一个星期, 接一次灭, 他给我一小时的事情, 都是精华。 话不超过三句, 真得受用。 以后, 我们再去看四十五镜, 看出释迦摩尼佛给 中国的这个古生献献, 走的是一条路, 看不放下。 四书就有大学, 各无之之。 各无, 就是放下, 之之, 就是看不。 说的言语不一样, 意思完全相同。 所以他们同一个境界的, 如是造三家, 造成中国传统文化大根大本。 这年轻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但是不能不做, 不做, 没办法去, 一定要做。 放下什么? 放下扎念, 放下妄想。 用佛的话来说, 放下其心动念, 放下分别之处, 你就成佛了。 佛跟我们什么差别? 没有两样, 同一个真心。 佛放下, 我们没放下。 佛看破了, 我们没看破。 你能够看破放下, 就如佛进去。 跟佛同样的智慧, 同样的福德。 是一, 不是二。 所以佛在那里, 佛在你心中。 你的心, 现在为什么不是福? 妄想太多了, 杂念太多了。 修行功夫是什么? 眼见色, 看得很清楚。 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止处。 那就是佛眼, 看外界。 佛耳, 听外面深夜。 所以, 看破放下, 就在这个时候, 用功。 清纤促促, 明明了了。 是智慧, 统统万元放下, 是不其烦恼, 不其以护。 佛所要说的在那里, 都在真心里面。 不是妄想, 妄想是反复, 妄想极限动力, 分别执着。 这就是从佛降到凡夫。 我们能够修佛, 把看破放下, 真正做到其身。 佛不在外面, 阿弥陀佛也不在外面, 极乐世界也不在外面。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怎么可修法。 在六根, 六根在六成尖尖尖, 言而必识识, 似要神相为法。 他在应对的时候, 不弃心不动念。 佛, 极心动念, 不分别不执着, 佛, 菩萨。 功夫在这个地方用啊。 进途中的方便, 就是我们服务下每一种能力, 叫你念阿弥陀佛。 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你往下扎念, 感触, 就这个意思。 所以要懂得怎么个修法。 言而必识识, 再加上义, 义就是念头, 你心里所想的。 六根对六成尖尖, 练这个功夫。 有困难入不了尖尖, 念阿弥陀佛。 用一念, 指一切往念。 使用这个方法, 念久了, 自自然然, 水道绝尘。 没有弥心, 横幅和固扯。 所以佛画的都有高等固扯。 佛跟我想, 万云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 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 包括身体。 衣食主义。 统统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怎么是假的? 它不存在。 所有一切的境界, 外面的山河大体, 一些人物。 你说六根接触到的, 你所看到的, 就是那一刹那, 看到的。 这一刹那, 它已经变了, 已经不是的了。 这一刹那是, 多长的时间呢? 一刹那。 佛则精神告诉我们, 三十二亿, 百千年。 这些探知, 一秒钟。 一秒钟。 三十二亿, 沉一百千。 一百千十万。 一百千十万。 这么多的念头, 过去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假的? 。 你看的全是幻象。 没有一样, 你看到。 这是属于科学。 佛经理的讲的科学。 今天讲两次理学。 既然是假的, 你知识它错误了。 你占有它错误了。 真。 学佛。 把这一桩事, 常常放在心上。 六根对六尘紧接。 你就容易放下了。 你不再执着了。 希望每个额都的大実。 愿意慈公德。 庄宴佛青土。 畅一次功德。 庄宴佛青土。 苦苦 若有些溫衷 洗髮菩提醒 禁字已保守 洪生寄了荒